主题的春晚 汇聚了多位艺术家 实力唱奖和知名小评演员 洋艺人浓浓倾情的老师春晚 毕竟在雾虚拱命到来之际 为全国电视观众带来一个 温暖感动欢笑的不灭之夜 据悉2018老师春晚 延续了前两年 与言类节目暂具大半壁江山的风格 除了为小朋友 量身打造的奇幻四学秀 爱的旅程外 语言类节目和歌舞类节目 都是十个数量相当 笑中带泪 笑过舞时的语言类节目 是聊时春晚王牌中的王牌 聊时春晚能够在全国卫视春晚中 读书一字 源于他们多年形成的品牌号招礼 2018年 冯孔 郭东林 潘当江 孔汉林 蔡明 严徐晶 孙涛 绍峰 高小潘 宋小宝 王宁等知名小品演员 在此习书亮相 聊时春晚 并带来了精心打磨的优秀作品 而国际钢琴大师 联合国和平使者朗朗 写手郭东林 歌手 蔡郭庆 写手 小品演员王宁的夸切小品 也将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录制现场看 整场晚会的效果 较之往年更上成楼 要是春晚 宇言类节目占据了半壁江山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 录制小品演员家庭组合 带来的小品 去年 由潘昌江 龚汉林 写各自儿女表演的小品 善意的谎言 用精妙的故事 承载了诚信为本 实干星庞的大主题 获得了观众们极高的赞誉 今年的舞台上 潘昌江 龚汉林 再次写儿女 惊喜现身 还将有黄小娟 郭清杰 两位演员的加入 为观众演绎温馨版的小品 团圆饭 小品围绕潘昌江 这位老人出发 在他与儿子 龚天库一起吃团圆饭时 随着龚天库的 正盘父亲龚汉林 和潘昌江的儿媳 一家相续出现后 引发了一系列 啼笑皆非的误会 现场 龚汉林为何突然 有出惊人 丹麦将与自己年纪相仿的 潘昌江 围霸 他们又演绎了什么 让在场的观众 笑着笑着就哭了 小品团圆饭 让观众深刻反思笑的意义 探讨爱的方式 这种融会贯通的新小品行事 尚未开播 就让不少观众 翘首以待 各位许多网友留言表示 等不及 请看节目了 敬请期待 二月十四日 腊月二十九 十九时三十分 聊是春晚 陪你温暖过大年 晚落读歌 这场小品盛宴 这场小品盛宴 职业 据悉 2018 聊时春晚 延续了前两年 语言类节目 占据大半壁江山的风格 除了为小朋友 量身打造的奇幻四学修 爱的旅程外 语言类节目和歌舞类节目 都是十个 数量相当 笑中带泪 笑过舞师的语言类节目 是以聊时春晚 王牌中的王牌 聊时春晚 能够在全国卫视春晚中 读书一字 源于他们多年形成的 品牌号招礼 2018年 冯孔 郭东林 潘当江 孔汉林 蔡明 延学金 孙涛 邵峰 高晓潘 宋小宝 盲宁等知名小品演员 在此习书亮相 聊时春晚 并带来了 精心打磨的优秀作品 二国际钢琴大师 联合国和平使者朗朗 写手郭东林 歌手拆过庆 携手小品演员 王宁的夸切小品 也将给观众 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录制现场看 整场晚会的效果 较之往年更上成楼 要是春晚 语言类节目 占据了半壁江山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 Base小品演员 家庭组合带来的小品 去年 由潘昌江 龚汉林 携各自儿女表演的小品 善意的谎言 具有精妙的故事 承载了诚信为本 实干兴胖的大主题 获得了观众们 极高的赞誉 今年的舞台上 潘昌江 龚汉林 再次携儿女 惊喜现身 还将有黄小娟 郭金杰 两位演员的加入 为观众演绎 温馨版的小品 团圆饭 小品围绕潘昌江 这位老人出发 在她与儿子 龚天阔 一起吃团圆饭时 随着龚天阔的 正盘父亲 龚汉林 和潘昌家的儿媳 一家相续出现后 引发了 一系列 啼笑皆非的误会 现场 龚汉林 为何突然 语出惊人 丹麦将与自己 年纪相仿的 潘昌江 为霸 他们又演绎了什么 让在场的观众 笑着笑着就哭了 小品团圆饭 让观众深刻 反思笑的意义 探讨爱的方式 这种融会贯通的 新小品行事 稍微开播 就让不少观众 翘首以待 各位许多网友留言表示 等不及 想看节目了 敬请期待 2月14日 那月29 19时30分 聊试春晚 陪你温暖过大年 网络读歌 这场小品送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敬请 Polizeite